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Fintech的期末专题 在背景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解决问题 信用卡盗刷随时都在发生 当客户没有发现的时候造成客户的损失 而当客户发现了盗刷行为告知银行 则由银行负担损失 那我们本次的题目是希望可以提供 一个好的侦测信用卡盗刷行为的解法 那这个解法呢 可以降低银行大量的金额损失 从而提高客户对银行的信任 同时他也可以提醒客户对于潜在盗刷的风险 来降低损失流程 首先我们做了探索性资料分析EDA 再来我们要来处理Imbalance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执行训练 我们来看一下训练的结果 最后我们得到模型 之后我们做了一些brainstorming的探索发现 那么归纳了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在时间的部分 我们把时间分成早中晚的时段加以分析 在金额的部分 我们发现刷零元的交易较多为盗刷 在次数的部分 我们发现特定的卡号和持卡人 平凡被盗刷 Imbalance的部分 从左边的圆柄图 不难发现盗刷交易为棘手力 仅占所有资料的1.339% 因此在训练模型之前 我们需要处理资料失衡的问题 我们尝试了以下两种方法 在训练结果的部分 训练资料集当中的盗刷比例非常低 我们不要求把所有的盗刷都精准的抓出来 我们只希望训练一个辨识能力 AUROC F1还不错的模型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SMOTE Random Forest 和BBC的AUROC 的结果都相当的不错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F1 score是盗刷类别的F1 score 虽然我们只进行了简易的特征处理 但RF BBC 这些基于树状结构的模型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AUROC接在0.96到0.98之间 F1 score的部分 由于盗刷交易为极少的 很难达到高的precision 导致盗刷交易的F1 score都不是太高 模型与特点 那我们得到的这个模型 只要使用少量的特征 即能得到不错的结果 虽然使用SMOTE的成果还不错 但由于SMOTE会将少数类的样本 增加到与多数类的数目相搭 大幅增加了样本数 所以在考虑训练的时间成本情况下 若直接使用BBC 则不需要增加样本数 有效的减少了训练模型的时间 因此 在信用卡盗刷侦测的样本数极多的情况下 直接使用BBC进行训练是最佳的选择 模型的缺点是precision不够高 有可能会打扰到非盗刷的客户 那我们的模型特点是 拥有高度的辨识能力 也就是AUROC 谢谢大家聆听我们的报告